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是雾水 一走出帐篷便感觉到一阵凉意 分外的寒冷 队屋里的人一半在水边洗漱着 另外一半打了水 加了锅再煮早饭 煮的是泡面和肉干 满满炖了一锅 味道浓郁 闻的人腹中是鸡肠鹿鹿的 我去水边洗漱了一把 手脸冻得通红 回来时早饭已经煮好了 众人吃了一顿热腾腾的东西 身体回暖了 便收拾了装备帐篷 准备继续往前走 这应该是我下斗以来 走过最好的路了 不用担心什么危险 而且周围的景色 又跟人间仙境似的 让人完全可以忽略 长途的疲惫 越往前走 周围的枯草越密 我们也担心 真采到什么不好的东西 便一人找了一根木棍子 向前走之前 先用木棍来探路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太阳升得高了 周围的雾气消散了许多 远处的山脉 又露出了隐隐约约的轮廓了 我们脚下的草场 随着众人的前进步伐 越来越茂密 到最后几乎难以下降 这些草本来是长得很高的 但由于进入冬季 因此都显得枯黄衰败 再被血一压 被露水一打 全部弯了腰 扑在了一起 乍一看 前方似乎是一片 普通的草垫子 但是一下脚 顿时整个大腿 都没入草垫子里面 草垫子里面水漉漉的 走一步就巴唧一声响 脚在这样的地方走久了 冻的脚掌都是发麻的 文明转着粗气就说 幸好咱们是冬天来 要是夏天 直接草枝起来 差不多还有身高的 在里面穿梭 虫子 蚊子 全部拥上来 估计更加恐怖了 刘队走在最前头 这女人一看 就是经常在野外锻炼的 即便在这种寒冷的情况之下 也不见有什么不良反应 只有队伍中那个短发女医生 有些吃不消 好在队伍里爷们多呀 难得出现一个又漂亮又娇弱的妹子 一见女医生走不动了 纷纷你扶一会儿我拉一把 说段子逗乐 时不时地换声笑语 倒也不耽误进度 我这人警惕性一向是很高的 清艳告诉我 安全的表象之下 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危机 因此我一直很警惕 队伍里一个叫小五的小伙子 见我一直不吭声 便过来说 任小哥 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呀 帮着个脸干什么呀 咱们讲故事呢 你要不要一起来一个 讲故事 这伙人分明是可着劲儿 在女医生姑娘面前吹牛皮还差不多 其中一个戴帽子的光头汉子 更是夸张 说自己有一回出海 在海里玩潜泳 在海下面遇到一只超级大章鱼 章鱼一口气吃了三个人 想吃它的时候 他机灵 从水里拔出一把刀 就将章鱼眼睛给戳下了 这女医生也是够天真的 信以为真 立刻露出崇拜的眼神 我一阵无语啊 信说在水里潜泳 但是潜水装备 很难是拔刀的 别说拔刀了 一般人就是卧刀也困难 这小子还吹自己在海下潜泳时候 大展章鱼 纯粹是在扯淡 再说了 章鱼的胃口其实不大 得用什么样的章鱼 才能一口吃下三个人呢 众人一听那光头的话 哪还有顾气 一个个是海吹神砍 把那漂亮女医生 砍得是晕头转向的 这会儿小五一开口 众人目光便聚集在我的身上 那女医生也是好奇说 陈哥 听说你是武器顾问的 那你是不是经常接触枪支什么的 我点了点头 不欲跟他多讲 转移话题就说 比如这些了 注意周围的环境 小心出事 我这人以前性格也挺幽默的 但这几年的经历 让我实在幽默不起来 思想变得更加僵硬 或者说更加现实了 对于这些胡天还扯的东西 实在是没兴趣 这话无疑是在给众人高昂的兴致泼冷水 其中有个留着板寸头的人 就不乐意了 说 哪有什么危险的 是大冬天的 草垫子里能有什么危险的 我说 你别冷着脸装酷了啊 这伙人完全没有警惕性 刘队虽然体能很好 但是很显然心情也太过放松了 给我的感觉是 这批人就像出来旅游似的 我觉得 自己有必要给他们打打预防针 看了那个板寸头一眼 我就说 你们不是喜欢听故事吗 那好 我讲一个 戴帽子的光头就说 得是真事啊 吹牛可不行 我说自己保证不吹牛 绝对是我遇到的真事 紧接着 便开始讲给众人听了 我还没做武器顾问这一行的时候 还是一个刚满二十的小伙子 由于家里自小穷 所以很早就出来闯荡了 当时 我做的是山货生意 有一回到黑龙江 小心安岭一旦收山货 小心安岭那边 自然环境优越 湖泊 松林 草垫 各种野生动物 是个人间天堂一样的地方 可惜啊 现在深处不让去了 我收山货那会儿 要向节约成本 自然走的是野路子 当时联系了当地 经常到山货的一个山民 叫熊大 我俩合作 时间也正是十月中旬 那会儿小新安岭已经是很冷了 天气跟现在差不多 熊大带了一个伙伴 我们带上大包 带上一些工具 去采一种当地的野生菌类 叫做袍子菌 这种奇特的菌类 只有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 这段时间 新安岭才有 很是珍贵 属于有价无市 甭管价格再高 反正产量就那么一点 又没有人工培制技术 因此倒山货的 收这种东西的时候 都会亲自出马 那种装备包 只要能够装满一包的量 那就赚大了 当时除了我 自然还有别的山货商 但是我那次有事耽误 去晚了两天 那些同行 一个个如狼似虎的 我去的时候 连个渣子都没剩 眼瞅着要赔了 熊蛋也不是第一个 跟我合作 便说 让吧 小陈 也不能让你 白来一趟舍了呗 我知道 从这个山脊过去 还有一片草场 只是条件不好 有些危险 但过了草场 就有一片松林子 那边有袍子去 你要是不怕危险 就去那儿 我当时刚开始做生意 哪经得起这个亏损呢 听熊蛋一说 忙不迭就答应了 还将人好一番感谢 熊蛋是个直爽的 东北汉子 东北人很讲义气 便张罗着跟我一起去 至于他那个帮手 则觉得有些危险 再加上天气也冷了 便就此放弃了 熊蛋所说的危险 是来自于那片草垫 由于水草丰盛 因此草垫子 会吸引很多野兽 来进食喝水 夏天 蚊虫滋生 皮虫 水质 长虫 多不胜数 一个人落单进去 没什么防备 绝对是被啃得 连骨头渣子 都剩不下的 冬天还好一些 但是也说不准 之前有人在那一片 就失踪过 我和熊蛋做好了准备 买了一双 长级大腿的防水胶鞋 这种防水鞋 能防蛇咬 唯一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不保暖 穿进去十多分钟 脚就凉透了 我们在鞋里面 塞了一些棉花 跋涉到那片草垫时 再换上鞋 这时 众人被我的故事 吸引了心神 我这些毕竟是 真实经历 想起来很详尽 也值得推敲 哪像砍章鱼那个呀 一听就不靠谱 因此 众人听得是很专心 连刘队 也被吸引了过来 我有心提醒他们 便继续往下讲 那草垫子的情况 跟我们现在 所处的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是 那片草垫子的面积 没有这里大 它是成长条形的 横跟在我们前方 但要穿过去 却并不困难 估计半日的路程 那里的景色 也挺美的 冬天没有什么虫舌 我和熊蛋走了一个多钟 也没出什么意外 便有些放松了警惕了 谁知 变故就在不久之后出现了 我走着走着 便感觉脚下一线 整个人就往前栽 却是踩入一个 布满伏冰的水凹子里 由于水草丰盛 所以草垫子里 有很多这样的水凹 小的地方不打紧 最多湿了鞋袜 有些大的水凹 面积广阔 表面是一层草 下面却是水和冰 水下面是烂泥 一脚踩下去 整个人都得掉进水里面 我和熊蛋是一前一后走着的 我走在前面 运气不好 踩到一个很大的水凹子 整个人就跌进去了 初冬时节 又是在北方 跌进进了薄冰的水里 那难受劲就别提了 我被熊蛋拉上来的时候 冻得说话都不理错了 熊蛋说 哎呀 衣服都湿了 肯定不能再往前草了 得回去换衣服 不然你得冻死 咱们运气不好 回去吧 我脱了衣服拧干 熊蛋将自己的外套 分一件给我 穿总比湿的好啊 当时那片草垫子 没有一块干地 我们连个生活区呢 靠衣的地方都没有 就只能放弃了 谁知 转身走了十来分钟都不到 我们眼前的草垫子 呼着速速抖动起来 似乎草丛里藏着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长条性的痕迹 似乎有什么长长的东西 朝着我们爬了过来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蛇 是大蛇 但这个天气 蛇早就该冬眠了 怎么会有蛇 在这个天气出没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